天赐搭档 好的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赐搭档的环节 我们第三期呢 规则有所变化 我们现场的是可以进行自由搭档 在各位的面前有1到10号的签号 各位依次上前抽取自己的签号 好了 谁想第一个先来抽 就就近吧 就这样吧 好 那Angela 艾琳 好了 来 燕碧老师 还不错啦 毕竟有十个号码嘛 还是比较靠前的 哪一轮出呢 我说你给我安排什么 随便你们给我什么样的牌子 我们将根据各位抽取的签号 按照1号到10号的顺序 进行出场顺序的选择 10号靠前的合伙人 意味着拥有更大的选择权 有请抽到1号的音乐人 这是你 1到5代表着第三期的出场顺序 请选择 3号 燕碧老师选择第三组出场 接下来有请康姆式乐队 请选择你们要的出场顺序 我最后一个吧 好 我选5 因为放在最后面最舒服 可以休息久一点 好 海权哥 请选择 那我就在边边后边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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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按好 怎么了 是你想要的时候 几个想要 那就跟我合作就行了 对了 在选择出场顺序的同时 各位如果有心仪的合伙人 也可以站到她的身边 当两位站定在同一张桌子时 表示两位确定组合 组成搭档 接下来有请四号的音乐人 选择二号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里可以自由搭配 对不起 我真的是一个 那个就是赛制完全不懂的人 但是我有想合作的人 你想合作的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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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合作 你想跟她合作 对 好吧 就像你当时绝情的 没有选我一样 那你感受一下 我们俩塑料了 我觉得他们 很有一种自由的气息 我喜欢这样的气息 好 接下来 请选到五号的音乐人 来 请选择 如果你有想要合作的 站到她边上 我都想合作 不行是吗 这话说的 然后站上来二号 我还是让别人选我 好 接下来有请六号音乐人 没想到 虽然抽到六号 居然还可以第一个演 现在没人选这个是吧 没有人 第一个演的话 这个周深特别恨我 换一个吧 换一个吧 就找一个伴吧 老梁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老梁你看 确认过眼神 切了个眼神 一个是诗人 一个是很魔幻现实 注意 这两个放在一起 可能是一首很魔幻的诗 她是十号吗 你是十号 接下来请选到七号的音乐人 是我 好 Angela 你到我这里来吧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 这是第一次常驻的合作 对 第八位 音乐人 不会那个一号排位 又留给我爸 那一号错你了 希琳娜一高选择 暗云感 不是很想第一个出场 然后呢 穿我的这个衣服 跟赶哥的衣服 好像也还挺搭 真的很搭 真的很搭 这是啥意思啊 这是啥意思 好 两个圣男快 周深 请做出你慎重的选择 都这样了 我们俩就直接来这儿 来 来 其实我真的很开心 我终于可以做个 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想做的事 就是和rapper合作 好的 我们五组音乐人 已经搭档完毕 再次我们要公布 获得推荐金曲的音乐人特权 第二期推荐金曲的 获得者的飞行嘉宾 是我们的希琳娜一高 知己知彼 你拥有一次提前试听 其他某一组Demo的机会 试听时间三十秒 知己知彼 最强助攻 你可以提出一项 和音乐舞台相关的需求 导演组会满足你 比如说可能要满天放那个 是吧 要五十个伴舞 是吧 一寸光阴 一寸金 你额外拥有一个小时舞台排练时间 谢谢 太感谢了 大家在舞台上的排练时间 永远都是不够的 多一个小时 其实会起到很大作用 我还挺羡慕这个特权 我把这张卡称之为 苍天饶过谁 因为这张卡的内容是 换顺序 乾坤大挪移 你拥有改变 出场顺序的权力 你这个太细节化了 现在有请周深和盖兰 要行使你们的权力了 你咋子 我怎么知道 吉克 不行 不行 我刚才是说的 我说如果跟你换 你肯定不会生气 是吧 我怎么不生气 你肯定不会生气 你知道吗 企图跟我换位置 想都不要想 你肯定不会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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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给挡回去了 真的挡回去了 来了 好 预备 走 够了 啊 啊 啊 好吧 是的 但是